台湾艺人徐伟宁近日来线 入舆论风波当中 因为此前在某平台上 点赞有关TD的言论 被网友指责 对此 徐伟宁特意在4月11日凌晨发文致歉 他在致歉声明中称点赞是本人行为 但是自己当时只是看到了图片 针对的仅是图片美景的点赞 并没有仔细看内容 因此不知道文字内容说的是TD内容 催赐他深表歉意 并且称自己已经注销了该平台的账号 而在昨日11日中午 中国电影报道 官方账号发布了一篇 只有一个中国 的致歉性 这封信是徐伟宁亲笔撰写的 其在致歉性中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并且重申自己不支持TD 喜欢与大家和睦相处 但是在今天 V博上却有大V爆料称徐伟宁原定 下个月要开拍的大戏 摩天大楼已经被换缴了 这个消息实际上是源自台媒 台媒报道原定由陈正道 吴中天 许照任三位台籍导演联合操刀的 摩天大楼 改编自台湾知名女作家的同名 长篇小说 现在却因徐伟宁的 Ns点赞而被换缴 台媒致电摩天大楼 以及徐伟宁的经纪人均 未过 感谢观看